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贵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成都了 现在在家里面 黎红一回到成都 精神状态就变得比较好了 其实那天在服务区睡了一晚之后 就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 我觉得应该就是 这是因为冬季去高原的原因 我觉得下次去高原之前 你可以先喝点什么红几天之类的 就提前预防高反的 应该还是有点作用 有点用的 因为从来没有喝过 但是那个得提前喝 你已经高反了喝 它就没什么用了 我们现在准备就在家里面 休整一段时间再出去吧 因为毕竟也回来了 回来还是想多待几天 然后我们这段时间 准备把家里面给 好好给弄一下嘛 改造一下家里面 因为我们之前双十二的时候 就买了很多东西 本来想的是等过年回来再弄嘛 但我们这次提前回来 我们又把它弄一弄吧 先不忙拆包裹 我们准备是把这个电视 给取下来 我们准备弄一个 100寸的固定的木布在这里 就不用上面这个 降下来的这个木布了 就看着像那种很大的电视 那种效果哈 我们就先把这个电视给拆了 然后把上面这个也给取掉 对来吧 这个电视其实也是我们两个 自己给装上去的 对这个电视也用了很多年了 我们这边给它暂时的不用了哈 65寸的小米电视 看怎么取的哈 其实也不是很重啊 怎么放 先放电上呢 先放电上 这个电视哈我们准备 先给它放在次卧里面取 以后再想一下该怎么弄 这个拿下来感觉还是蛮大的呀 挂在墙上还觉得不是很大 其实那扣子 先扣子 对 就这样子吧 就很简单了 再把它取掉 这样子下就先给它留着 我准备以后把这个电视给挂到次卧去 现在它不用挂了 那我们先来把这边的包裹给插一下吧 对 这边这个是挂闭幕布 其实我是想买一个这种硬屏的 但是硬屏它不能拆解嘛 100寸进不来 电器都进不来 只能买90寸的 但我还是想用100寸的 所以买了这种软布的 它是个框架可以去自己组装 试一下 这个的话是两边的框架 这个的话是中间的布 嗯 先要把这个框架给组装好 组装好 我们去比一下 好像这边强的话就全是屏幕了 哇 好爽 好 我们现在来组装这个边框 100寸的 真是蛮大 如果不是买这种可以拆解的 那真是搬不进来 然后我们这边墙 我看了一下 装100寸最合适 其实还有更大的 还有110、120的 太大了 现在这个框架是被我们弄出来了 100寸就是这种大小 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框架给固定好 这个框架给对齐 嗯 这个框已经组装好了 然后木布铺在下面 他是把这个框给放上去 然后往那个框上面固定 把我们来扳一下 小心一点 先用这种弹滑 把两边给 将它给拉紧 对 再把它这样给弄在上面 这才不弄成绷得紧 对 整个一圈路上慢慢地弄一下 然后就快胜利了 对 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这个本来是可以安装的 但是自己安装可以便宜100块钱 我觉得自己搞的可以 还是挺简单的 我们刚刚已经完全组装好了 但是拿起来之后 发现这个脚 稍微有一点点的皱 然后我们先弄起来 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效果真的是超级棒的 调整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挂在哪个位置 拿过去稍微比对一下 好了 现在这个木布装好 然后我们摆在这边 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然后 大概确定一下它的位置 这个好激情 而且这个装饰效果也比较好 你看 这么大的电视看着一样 平时看着也蛮好看的 好了 现在我们确定好打孔的位置了 来 阿鬼来施工了 真的是什么都会 好嘞 把这个膨胀给敲进去 还是很简单的 家里面很多这种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搞的 这边再来打一个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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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挂件给装进去 待会稍微再调一下它的屏 得左右屏 嗯 现在这个两个挂件都已经装好了 我们就准备把它给装上去 来一起来搬一下 这个其实是非常轻的 这个屏幕就挂上去了 太棒了 然后把下面刚才 帐孔的灰给吸一下 打扫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试下这个投影仪的效果了 哇 这个简直就比上面这个木布效果要狠很多了 然后等一下把这个木布给取掉 我坐在这里也感觉是非常棒 哇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经过我们的一番努力 终于把它给装好了 其实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装上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 嗯 像你省了100块钱安装费 对 我现在就来调这个哈 看看效果怎么样 嗯 我买了个这种底座 对 买了个这个 柜子哈 对 我们现在就不断地把它改到家 嗯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现在把它调好了 现在来把这个画面给校正一下 我们这个新的投影 它校正的方式还比较好 它可以适应这个木布 诶 哇这个配的非常完美 我都不用去调了 哇 它感觉太爽了 你看现在我们就是所有灯光都开着 没有任何影响 对因为这个投影仪比较好 这效果非常好 一百寸电视哈 太棒了吧 基本上这个投影仪哈 就给它放到这个屏幕的正中间 因为正头的效果是最好的 我刚才那个校正还 我都不用去微调 他自己就根据这个屏幕就调好了 他而调的比还非常精准 哇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 因为这样子就感觉就是一块大的电视一样哈 他玩的就是他自己显示出来的感觉 嗯 他那个角落里面一点空隙都没有 那个就感觉在用那个木布一样 这个就感觉在看电视一样的 单独一块屏幕在这墙上 我们两个还是挺厉害的哈 还是给他安装好了 然后现在天都已经黑了 黑的太早了 对哇这个看电视真的效果太棒了 一百寸啊 以前那个也是一百寸 但是他是那个木布降下来那种感觉 不像现在直接在墙上 而且这个观看距离也增加了 比以前 比以前效果更好 嗯 特别棒 我们准备把这个木布给装到卧室去 在卧室来看 我觉得这样子在这边吃饭的时候看哈 那真的效果特别棒 我觉得以后像装修化就没必要去买电视了 直接买个投影仪弄个一百寸屏幕哈 挂在那里又好看又比较简约然后装饰效果也好 然后看着效果也挺棒的 这么大个屏幕 这么大的一百寸的电视的话那就太贵了 对我们这我们这边这个一百寸拿不进来 我那天还专门去亮一下那个电梯的对对角线 他说只能选择这种软部的 其实效果还是可以 我觉得我还是把那个桶灯打开吧 反正我肉眼看着是没什么问题的开着灯看 那个确实比我们房车上那个小的吞也要好很多哈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主卧里面把这个装到主卧里面去 因为我们主卧里面其实都没有电视可以看的 有时候想躺在床上看一会电视哈 就没办法 你会觉得只能拿着ipad看 然后你也没睡醒啊 嗯 我们弄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睡 对我们那边做事情的时候都会睡觉 现在我们来装主卧这边的 就把这个打算掉在这中间 对从这掉下来 嗯 这边的这个木布哈也就给掉上去了 这个木布还挺大 刚才有点费性啊装的 然后把下面的灰层给弄一下 用没有呢 刚才用的是那种飞机膨胀 石膏板膨胀给它挂在上面的 好把这个木布降下来感受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个电影院要接一下 嗯 还可以还挂在这儿 多了个电影院的感觉啊 以后躺在床上也可以看电视啊 对啊 有时候就是刚从客厅回来嘛 躺在床上还是想再看一会儿 你觉得没办法 好了先把它放到这个支架上 试一下效果吧 这个到时候最后怎么弄还没有确定 这个效果就比外面还差很多 反正先感受一下嘛 反正先就感受一下这个感觉怎么样 我就躺在床上看也蛮舒服的啊 现在把画面调整了一下 效果还是不错 只是可能比外面头一差了一些 对它亮度没有外面高 嗯然后现在侧头的话 它有一点点影响 侧头的话 另外一边那个就暗一点啊 对 我觉得那就放在这里还是 太合适了 买一个那种 挂臂支架 对也挂在那个 我们床的正后方 挂在墙上 然后就这样 震着头过去 对 效果就好一点 不过晚上就是本来快睡觉的时候 你可能也不会拍照灯嘛 先躺在床上哈 我们模拟一下晚上睡觉之前想看着电视 那么就先把灯给关了 那你先把灯给关了 我这个灯一关效果就蛮棒的 然后有时候开个床头灯 小矮同学 打开床头灯 开个床头灯不影响啊 哇 真的是好温馨啊 有没有觉得 反正我们这位睡觉之前 这个就开一个床头灯 哇 太棒了 一下子把客厅和卧室弄的都好棒了哈 然后那个电视套以后拿到次卧去的 现在次卧还没人住 哇 太棒了 到时候把这个头影 我给挂在床的正后方 弄一个这个支架 挂在后面是比较好效果 因为这种头影也没有外面那个好 所以他侧头的话比较影响画质 我们就睡觉了吧 哈哈哈哈 我也躺上来试一下哈 我看你躺的还蛮舒服 好厉害在睡觉觉 哇 哇 我感觉这样子好温馨啊 我感觉这种气氛比坐在客厅还好 因为客厅那个屏幕就像看电视一样的吧 对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小小的影院 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对这个是想车二人世界哈 外面客厅哈就是跟一家人哈 可以围在那里看电视感觉比较爽 然后整体那种挂在墙上那种感觉也挺棒的 我自己打车吧 嗯太棒了 以后你就会不用拿ipad了 对啊 就看这个100寸的 太爽了 躺在爽上看着这个 最后把这个卫生也打散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 看今天晚上吃点啥吧 看自己做还是去外面吃哈 哎呀 两个人都要玩起来的 哎呀 这边外面看电视也特别的棒 以后在卧室里面躺着也能看了 哈哈哈哈 现在要去玩 哈哈哈哈 我们把中间这个茶几给搬开了 不要了 因为这样子两个哥哥在中间活动还比较宽敞 有个茶几在中间哈 有点挡着挡着的 嗯 现在现在好宽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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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